作为国内的顶端高等学府,清华大学不要太牛,前不久,研发出来的天机芯,智能芯片,还登上了美国自然杂志。 不过今天,萱萱要和大家介绍的并不是天机芯,而是一款手提电动车。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,这款类似平衡车的东西,就是清华大学发明的黑科技,堪称是世界上最小的手提电动车。 展开一看,其实它的外形并不算小,但是仔细一看,你会发现它的中间有折痕。 原来这辆小车是能够实现智能折叠的,当人们用不到它的时候,可以将它折叠起来,然后像手提包一样,一拎挤走。 当人们需要使用到它时,将它展开,放在地上即可,双脚站在上面,可以实现自由骑行。 作为一款电动车,首先要考虑到的当然是它的续航问题,这一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。 这款电动车采用的是锂电池,充电速度非常快,而且能够连续行驶25公里。 虽然不能出远门,但是完全可以满足人们日常代步需求。 更重要的是,它不仅实用,还非常的便宜,只需2000多元。 网友们,你觉得这款手提电动车,未来有可能会取代传统的电动车吗? 好了,本期的一线科技到...